大家好我是peter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tma跟着peter一起转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个市场上的 一个币啊叫做punk 那这个punk呢 其实就在solana上的一个狗狗币 前两天 前两天solana一个狂涨 我们先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来看他的 如果我们在推特这边打punk的话 你可以看到哇很多punk的新闻跑出来 那punk这两天 你看这边有些过去的punk啊 在过去几天其实涨了百千 应该涨百分之三千六百吧 所以其实涨了三十几倍啊 那这个punk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狗狗币 狗狗币我们的假如一般 我们会从dogecoin跟shiba inu 这两个来看啊 但是如果你看solana上面 其实第一个solana的dogecoin 那就是这个punk 对 哎他们还出了一个bunks up啊 你看这个bunk这两天就是非常非常的凶悍啊 凶悍到一个大家已经完全没办法治理了 你看to celebrate one year anniversary we disputed fifty million bunk to the penzador not players this week 那这个这个币应该已经出来一年了 那出来一年基本上它只不过是一个mimi coin啊 mimi coin其实就是一个搞笑币而已啊 那我觉得搞笑币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子pump呢 其实大家都在那边猜到底是为什么 那其实有几个 第一有人觉得说 是不是sandbagman free在后面搞的啊 因为他本身他这个 他反正现在在外面没事嘛 所以他就搞一些搞笑币 让大家来玩一玩 那我觉得这个地域不太高吧 那第二个有人觉得说 哎整个现在的 这个bunk就是在Solana的 一个生态圈里面啊 那生态圈可能大家觉得 Solana最近跌的很凶 所以他打算透过这个bunk 把Solana的系统开门把他救起来 那第三个大概就是直接是只有炒而已啊 没有什么其他原因 那我们看到这个coindex 这边其实讲到了 Bunk tokens are ill nearly 10 like 1000% for Solana liquidity provider 那Solana上其实还有几个 不同的 liquidity provider 那就是这个所谓 这个所谓的DeFi的一个项目啊 那你看Solana上其实有几个 DeFi的项目 我带给大家看 那这边上面你可以看到 Bunk跟Sol 他将近1000%的一个年回报率啊 如果是USDC跟Sol呢 那这边有500% 那Bunk跟USDC也超过1000%了 那所以这个变成说 大家目前为止有一个 很短时间之内 好像这个Punk token呢 Punk token在这个地方是一个狂涨 我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线型 好了 你看这个线型是一个月的 你觉得很扯 你看一年好了 一年更早 最早最早 其实他去年就已经发行这个token 只不过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交易啊 那最近最近其实这个token一直到交易呢 哦这个是2022年12月 如果在coin market cap上 这是2022年12月30号 这边你可以看到1234 123456 6个0啊 6个0然后1000 6个0的1000在12月30号 那很快很快很快的 过了新年之后 就变成2300了 那前两天其实开始 大家开始在那边讲的时候呢 这其实已经剩下5个0了 所以他其实已经涨了10倍了 如果你在10月 如果你在12月30号买的话 那过了几天才已经涨10倍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追呢 还可以啊 那现在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开始 知道这个币的时候呢 他其实已经来到了5个0 然后等于是48000了 最早这边是1000哦 这边是1000多 这边来到48000 其实涨了40几倍啊 如果你在高点地方 其实来到48000 将近49000啊 所以他其实涨了将近49倍 你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买的地方吗 那我是不建议大家这个地方去买啊 那如果你去看 HoinMarketCap 一天之内已经涨了174%啊 那他的Rang来到了2594 那你会讲说 那这个Punk为什么会可以这样涨呢 我们看一下 他MarketCap这个其实不准啊 这边不准啊 如果你看这个Fully DilutedMarketCap的话 来到3亿7千万 这个交易所呢 这两天忽然之间 好几个中心换交易所 火币啊 GetIO 然后Buybit都可以买 这两天才可以买啊 那之前的话 其实如果大家要买的话 前两天要买的话 你必须要上到 这边 这边有一个叫做SoulScan 下面你来看HMarket 你要去Orga 或者是Radium OpenBook 这几个都是分散市交易所 前一阵子买比较多的 应该都是在Radium上买啦 所以为什么Solana Solana会这样涨 因为Radium的交易队呢 有一个是Soul跟 Soul跟这个Punk的交易队啊 所以为什么Solana前两天涨20% 我觉得最大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这个Punk 往上走 往上走的同时间 就带动了所有这个 Solana的原生 原生币啊 那我们如果来到了Punk的网站 你来看 他讲说 为什么我要这个Punk 他说我们这Solana第一个狗币啊 那狗币其实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 那 他说这个是Buy the people 那Of the people Total supply AirDrop 50%是AirDrop 到Solana的这个Community 那Bunk Contributor 他觉得说 AlanMenda这样乱搞啊 搞得大家都很不爽啊 他觉得说 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能力 来把它 把它反转过来 大家希望出来 有办法救Solana的 这个Ecosystem吗 那我们点进来看一下 这个People.coin 你看 50%AirDrop 20% ToSolana NFT Collection 他这边NFT Collection 有一些不同的Collection哦 都是可以AirDrop的 那另外还有Early Open Book Trader 还有Solana Artists 那5%出Developer 那我觉得他主要还是要supportSolana 那前一阵子其实 Vitalik也跳出来讲啊 Vitalik觉得Solana是一个很不错的生态圈 他不希望Solana就这样子就没了 那Vitalik出来讲话之后 那Solana一次忽然间涨了十几二十个percent 那Vitalik后面也是蛮大的support啊 那另外 诶我看一下这个Integration 你看他们这边现在也做了一些工作啊 虽然它这是一个狗币 虽然是一个MingMingCoin 你看他们说他们这跟不同的项目 诶做一些 也做一些合作哦 有做一些交易所的合作哦 甚至你看Casino都有哦 Radium 这个是Decentralized Exchange 那BunkPaper 这个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看他这个detail NFT他主要是NFT Contributor 然后还有OpenTrader 然后Artist 这个是他们刚刚把前面所有浓缩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目前为止看起来 其实非常的危险啊 这个地方我只跟大家讲到说 这几天大家在热炒 这个项目到底在干嘛 如果大家在去年 也就是12月底进场的话 我觉得OK啊 那时候的相对的风险低啊 你甚至你如果说买在1月3号 4号5号 这都还可以 我觉得已经超过这个 超过这个1月4号之后 这个其实都非常非常危险 这个东西其实怎么样上去 怎么样下来啊 当然后面我们不好说 会讲到什么地方 只不过我觉得现在是因为熊市 熊了这么久 大家都没有东西炒 没有东西买 忽然间有东西出来 那大家就是非常非常兴奋 跳进草 这个地方我还是建议大家控制好风险 如果你说要去买一点 可以啊 没问题 买个我帮有办法承受损失风险 这些那当然可以没问题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秘密的 那感谢所有支持朋友啊 那如果你觉得我视频带给你价值的话 请按赞转发 那感谢大家 谢谢拜拜